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第一次到这里来 看到这个整个基地一千八百多平 淋着这个头千溪 它非常类似我在台北大直 我们水岸自载所看到的 清景泽地景水花园这样的一个景象 我相信在这样一个天然景观 这么良好的条件之下 这块土地如果能够取得 去建立一栋非常棒的一个建筑 我想对渡北整个未来这个城市的发展 我们也算贡献一份很好的一个心力 那对清川之上最大的存在是 我希望建筑能够满足 基住着身心灵的这个需求 我们希望住在这里面的人 身心都可以获得安顿 可以存在最平衡的状况 然后他可以享受这个 这个美好的这些时光 那这一次与瑞塘机构合作 希望带给住户什么样的感受 我想我们所建筑的这些各项的设施 都在期望灵际更理想的这个邻里关系 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些空间 互相的交流 互相的联理 共同来享受人生这些美好的时光 其实每一个重要的建筑物 它都会有退缩一些空间 或多或多长 例如说我们看这个建筑物 例如说一个皇城 古代的一个皇家的一个公寺 就是层次要怎么设计的时候 它前面也一定会有一些退缩的空间 我们看整个的空间来设计 那其实我们讲不到这个皇城 其实我们应该是说 一个住宅的建筑物 对周遭环境的一个态度 我们刚才有提到 就是对周遭的态度 会影响到这个建筑物 邻居对这个建筑物的看法 这个建筑物必须要是一个大气 感觉上是一个大气的设计 它就必须要退缩 那退缩的部分的话 是成一个公共的空间 是除了给邻居这方面的开阔空间 来使用之外 同时也留了一个 来展现这个建筑物气度的一个空间 我常常说这个空间 其实我们会做一些景观的指寨 那像我们清端指寨 我们是做了一个迎宾的车道 开阔的空间进来 一个迎宾的车道的话 是会让这个整个空间非常的舒畅 很容易就是说 营造一个这个设计的一个大气的一个空间 有关于这个阳台 其实我是把它当作一个小型的燕子 在我们的空中 那我希望所有的空间 都可以从这个室内走到户外 那这个小燕子就是我们最好的空间 那至于说我最喜欢的一个空间 其实我慢慢觉得整个空间来说 我会经常待的一个空间 是中导柜的房间 那因为它不但提供了一些 我们喝咖啡啦 吃水果啦 或是泡泡小酒啊 亲亲朋友啊 这种人际关系的一个交流 包括跟家庭的成员之间 或是朋友之间 一个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 这个空气的话 其实除了我们说 阳光空气水是很重要的原因之外 那不包括只是空气而已 像我们说中国风水里面的这个气的遗憾 那还有日本呢 会说很会读空气 也就是懂得察言观色 也就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意思 那我们有这几个遗憾 包含在这个气的建筑里